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這個就是上次 有跟大家說的月下獨著 這個是敦煌的寫本 我不是說他的花間一壺酒 本來去到永結無情猶 雙其莫雲漢 其實就完了 但這個手寫本繼續抄下去 天若不飲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傳 那些抄寫的人本身 因為他們不是很識智的 總之見面就抄 見面就抄,抄得不倫不類 這樣就算了 我上次就說我要講四首詩 李白、杜甫 OK嗎?這樣坐在這裏 都OK 李白、杜甫、韓語、柳中原 上次我講了李白和韓語 韓語那首當然很有趣 但是為什麼我不先講杜甫 其實是有個原因的 上次就不太方便講 就是因為我上次上完課 當時是星期一 我星期五其實就有一個 國際的學術研討會 他們邀請了我去講 邀請我去開幕講幾句話 順便講講一些研究心得 其實我是選了杜甫的一首詩 我一會兒就會怎樣呢 因為我不是很熟悉這個notebook 我現在cancel它先 我一會兒就會用一個powerpoint 去講我再上個星期五所講的話 讓大家知道一個學術報告 其實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我是在講杜甫的一首詩 我為什麼要再講一次呢 就因為我們的學術報告 是用普通話來講的 而且真的有powerpoint 但是有些人跟我拍 當然只是拍我的樣子 他不會只拍我的powerpoint 其實你又不知道我沒有 我不是在這裏 是用來看人的 因為人們都是看著銀幕的 那麼粉帶甲其實就不可見 甲字 你是聽到什麼出來嗎 前人以粉袋甲指木偶 那么美人两句的意思呢就是 那个公语已经化为皇宠 更何况木偶 这样讲呢好像也不太科学化 因为肉身一定木头腐烂的 很快 而且快很多 所以前宗书就把这个粉袋甲 解释为侍女迷相 再不是木偶而是土偶 那就腐烂的快点 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 贺靖宋国公萧羽 和司空梁国公房生云 都死在玉华宫 特靖是正二品的三官 司空呢是正一品的局势官 国公是众一品权 而且肖宇 房生云 都当过宰相 是国之栋梁 他们的死 杜甲 杜甲 赤字 杜甲 杜甲 就是说 功女之死 众云 名臣 之死 那么我们的事实上 是不是太过清楚不分了 不过我认为 不过我认为 南宋的住家 可能都犯了我们常犯的毛病 就是以为医生是男的 巫师是女的 美人当然也是女的 难道美人不可以是男呢 大家看看虚言的作品 除此离骚 唯草木之凌落兮 恐美人之耻目 都还玩一步 学玩一 美人为怀王也 人均服事美好 不言美人也 言天时应转 春生就上草木凌落 不认为 大致都听到少少东西了 那我们应该删掉它了 我今天就 用这个PowerPoint 用粵语 讲一次 但是就会是 漏了一些 譬如和风雅传承 太大关系的文字 我就会skip了它 但是因为我的稿 是用普通话 用普通话的语法写 所以有时用粵语说 就未必合用 至少有幽默感就不见了 但是我都尽量保留一下 云微 大家都听过庆祭 大家都知道庆祭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我们研究旧体文学 我们都很难不研究诗歌 旧体诗歌 我们讲到旧体的诗歌 我们大抵都不会避得开庆祭这个词 初唐诗人 陈子昂的修足篇序 就是这样说 他说 文章倒闭五百年以 漢艺风骨 晋送莫全 然而文献有可征者 博上下时观齐良奸施 彩丽劲凡 而庆祭刀绝 每以永叹 诗古人尚恐威而颓美 风雅不作 以耿耿也 陈子昂呢 初唐诗人 名气大到极 他首先提出这个庆祭 后世讲到庆祭 没有人可以不讲修足篇聚 所以我就先介绍修足篇聚 他说汉藝风骨去到晋送 其实传不了 到了齐良的时候 只有靓字 没有兴肌 有碗话碗 有碟话碟 没有深层的意识 没有指桑马怀 所以 诗的精神就消失了 所以他每逢想起都不开心 因为他想到风雅不作 以耿耿也 那 好了 谈论庆祭是很容易的 混用庆祭就不容易了 查找庆祭就更加不容易 我现在就举一个例 也是一首诗 那首诗就是杜甫的诗 五言古体 叫做玉华公 这首诗是这样的 《揭回重锋墙》 《创鼠串鼓啞》 《不知何黄殿遗咎》 《遗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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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字讀了去聲,卸字讀了去聲 但是在中古時代,你查一下廣韻 下字和卸字都是上升字來的 所以首先是壓上升馬韻 讀下的,卸字和卸字差不多了 如果要做一個白話的翻譯,大概就是這樣 溪水迂迴,重鋒遊牆 那些灰色的老鼠就在破舊的屋瓦上亂串 不知道是哪個君王的電雨呢? 這些建築物就是這樣遺留在絕壁之下 這裡陰暗的房間是閃著青色的鬼火 殘破的道路上,哀鳴的急流 只是傾瀉而下 萬賴的確是生和魚 秋天的景色是多麼清爽呢? 我們的濫魚沖素,其實只是濫魚沖素而已 這是魚字來的 美人已經成為黃土了 何況是粉代甲呢? 那粉代甲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一會兒再研究 當時事後黃金的剩餘的一切的舊物 現在只是剩下石鵰的馬 現在說,優秀來侵襲我了 我就找了一些茅草來電坐 唱著號歌,大家要留意號歌這個詞 眼淚就流了一把 在這個行行不移的精露之間 有誰是長壽的人呢? 即是說在這些動盪的時勢 真是想長壽都難 那我就要介紹一下玉華宮了 玉華宮呢 就是唐初興建的離宮之一 它的遺址就是現在陝西省 銅村市北部的玉華宮景區 幾十元就可以去看看了 不過現在玉華宮的建築物是假的 真那些沒有了 那玉華宮的前身就是唐高祖興建的仁治宮 唐太宗在精冠二十年 就下令在仁治宮的基礎上 建造玉華宮 精冠二十一年秋天 玉華宮就起好了 精冠二十二年 公元六四八年的二月 唐太宗就行行玉華宮 三月就去到玉華宮 在玉華宮住了大約六個月 同年的十月呢 唐太宗就和一眾的大臣啊 工人啊等等呢 就回到長安 大約七個月後呢 在精冠二十三年五月 唐太宗就在長安駕崩 玉華宮 唐太宗就住過一次 一住六個月 當然有很多人陪著他啦 那些大臣啊 因為在那裡工作了嘛 順便打一下獵 這樣 唐太宗在玉華宮秘屬的期間呢 就有兩位名神呢 就在玉華宮去世 一個是宋國公 貞冠夫 禪觀二十雖年六月 特盡 宋國公羊羽轟於玉華宮 年七十四 陪葬昭寧 超寧後來就太宗葬到太宗 到七月 司空 посö impasm 梁國公 炒助人 對玉華宮 年七十 在 whack 那幾位名神 唐太宗非常悲痛,所以安排他們陪葬昭寧 唐太宗過世後,唐高宗就職位了 唐高宗永輝二年,公元六五一年 改玉華公為玉華至 八年後,顯慶四年十月 袁藏法師,由長安的慈恩寺,移居玉華至 繼續翻譯佛經 那裡的環境十分清淨 所以袁藏法師也覺得非常滿意 法師死了之後,玉華至就逐漸荒廢了 因為他是智,他不是公 所以就沒有人把守,他慢慢就荒廢 有空有些人去偷東西,做破壞 那就沒有人管了 所以杜甫在唐宗宗自得二載,公元七五七年 所見到的玉華至已經是一片廢墟 但是,杜甫的詩題目沒有叫玉華至 他的題目是玉華公 即是說,他不是要寫唐三藏 他是要寫玉華公時候的事 這個大家要記住 寫玉華公這首詩之前 杜甫就寫了一首九成功 寫得相當好 波蘭壯闊,十分感人 這裏當然我不會一一解釋 大家看很多的事集都會看到 因為九成功和玉華公跟著 他先經過九成功,再經玉華公 然後再回鄉 寫得非常感人 但是,相比較之下 玉華公就顯得瑣碎少家了 為什麼呢? 我覺得問題就在於這兩句了 《美人圍黃土,放奶粉待架》 我們現在看看歷代的主家怎樣去解釋 《南宋郭之達,九家閘著道師卷衫》 《引南宋趙燕財藥》 趙燕財即是趙次公 趙次公我想很多人都聽過 《有隨戀而死葬者以為公相去之近,能自知》 趙次公就說 但是,《美人圍黃土》 他說一定是有跟上去的工人 即是工女 在那裡死了 和葬在那裡 他只是靠估計 他說道虎相去近,他就知道 我們就不知道,有都剷走了 他只是靠估計 他認為一定是說 《當時隨戀而死葬者熱》 即是跟上去居駕而去的工女 或者女官 在那裡死了 撞在那裡 所以道虎就說 《美人圍黃土》 他說 他就知道了 我們就不知道了 《南宋決明》 我們不知道是誰了 《昏門雜註道工捕師卷錄》 《引北宋梅姓魚》 即是梅瑤神 《若潘岳美人歸重存》 《南宋劉神翁批點圓高楚方編的集千家住批點道工捕師集卷3》 《梅姓魚》曰 《玉華宮近有進扶肩舞》 他說梅姓魚話 真還是假不知道 《玉華宮旁邊有前巡扶肩舞》 《游夢拔》 《梅姓安在美人以化黃土》 他說道虎的本意其實寫《玉華宮》 是錦商《梅姓》在哪裡 這個《梅人以化黃土》是指什麼呢 是指嫁給《梅姓》的美人 還是像趙次公所說的 跟著唐太宗去的那個《梅人》 沒有說的 《梅人以化黃土》 就這樣解釋 當然是嫁給《梅姓》的美人 《梅姓》又死了 《梅人》又死了 是以憂來浩哥 掀淚刑靶 然後又自傷在征途之間 豈能長久者夫 頻頻沛低流 這就是 註解中我想最荒謬的一個條 因為我們在寫《玉華宮》 罵〈玉華宮境是唐太宗住的 怎麼會把他走了 老實說 如果土經的墳墓 真的近地鑿肉華宮 我玉华公放在旁邊有個扶堅墓 而且你知道扶堅的墳墓在這裡也會起歪一些 所以這樣說話是廢的 這些註解就是軟地說的 就把扶堅落水 清朝康熙世的裘兆傲 道笑凌閘,長住卷午,忍兆宴才藥 當時必有錘鏈美人,沒葬功旁,故及之 這個裘兆傲也是靠記憶的 人家原來也沒有故及之 所以我要在旁邊加個六角括 再提一提大家 南宋九家集著導師忍兆宴才藥 他說有錘鏈而死葬者已,圍攻相去之近能之之 就並不是裘兆傲所說的句子 大家都是靠顧問的 有人寫了,那些人是跟著的 康熙,裘兆傲也寫了 到翁正了 翁正世,普喜龍,獨道心解卷一之一 趙約,趙志工,當時必有錘鏈美人,沒葬功旁 大家都是跟著這條線走的 就是錘鏈美人,沒葬功旁 好了,康熙、翁正乾隆 康熙、乾隆世陽倫,道思鏡全卷四 引明沒清初兆長衡,駐粉袋駒 他說,為信葬木偶人也 這裡有一點點不同了 前面那些人註解就是美人為黃土 那些人,他一直沒有說放奶粉袋駕那些 那這裡就 他說這個是信葬的木偶人 變成粉袋駕就是那個木偶 但是以前有些註解說美人為黃土 那裡是木偶,木涌 就變成哪一句解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不太清楚了 你說放奶粉袋駕是信葬木偶人 那就是合理一點的,是假的 他是假的 美人為黃土 那就是真的那個工女死了 去到近人前宗書 用安館紮記第7889則 裘柱,也是引回裘少傲 趙雲,趙志工 必有隨年美人,沒葬功旁故及之 前宗書都不得人去查原來的文獻 總之以我傳我就傳了它 案 粉袋駕魚,必指工中所掃士女的泥象 那前宗書是正的 他說是木偶 前宗書說不是 他說一定是講工中所雕塑的士女的泥象 泥素的女人像 為真美人以化黃土 泥偶破碎剝落 亦故所疑 他說真美人就是真人 都已經變為黃土了 那些泥的偶都破碎剝落 都合理啦,亦故所疑 然後就為建功時石馬上無養 他說玉華公 起好的時候很多東西都破爛了 唯一無養的就是石馬 石當然無養 十目風九吹就不起 所以他說以石馬土偶相迎 石馬差不多是長存的 土偶就很快就沒有了 好了 好了 綜合了這些住家的意見 我就這樣分析 首先 如果美人是指工人、工女 粉代假這三個字 其實是解不了的 這個假字呢 就變成像臭雲 就是押開馬雲 整個假下去就砌碰雲 但是解不了的 什麼叫粉代假呢 前人也有人就是 以粉代假指木偶 如果以粉代假指木偶呢 那美人為黃土那兩句意思就是 那個工女已經化為黃土了 更何況是木偶呢 這樣說呢 就剛才你聽我講國語那邊 就提及了 就不是太科學化了 因為肉身一定是比木頭腐爛得快 而且腐爛得快很多 木頭也不會這麼快爛 所以前中書有見及此呢 他就改了 他就說粉代假呢 是侍女的泥象 侍女的土偶 土偶就快手了 一齊腐爛 這個就是循著趙次公地的解釋 一直演變出去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這樣的解法 是很瑣碎 很小家 很不見得大場面的呢 但是寫的那個人是叫做杜甫 問題就在這裡 大家還要留意 就是剛才我說 特進送國公蕭宇 和司空梁國公房元寧 都在玉華公死的 特進呢 是正義品的散官 正義品的散官 再上就是仲一品的開府兒童三司 就頂了 司空呢 就是正義品的即時官 國公呢 就是仲一品爵 是大到無倫的 那兩個人都是大官 兼且兩個人都做過宰相 蕭宇和房元寧都做過宰相 是國家的動量 那他們的死呢 杜甫可以隻字不提 他就提宮女 就是說宮女之死 是比明神之死 是比明神之死 那就是說我們的師聖 就是神神的 是不是 輕重不分 那其實已經想到 一定是解錯的了 這樣解釋一定出問題 那我以前 那我以前 你聽我的普通話 有沒有回音 是不是很大聲 OK 那我以前 你也聽東國語的 我就說呢 南宋這些住家 就是犯了我們常犯的毛病 就是醫生是男的 護士是女的 美人是女的 那給個美人 牽著她的鼻子走 但是美人不一定是女的 美人可以是男的 所以我就引一堆屈原的作品了 楚慈尼蘇 唯草木之凌落鞋 大家如果有留意 你說普通話 你就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唯草木之凌落屍 所以千萬不要說 說歪少少就對了 各有各的讀音系統 各有各的系統 恐美人之慈慕 東漢王日的註解 是慈晚也 美人呢 為懷王也 楚懷王 她說人君服飾美好 我這裡就註一註 她這個是強解 不是人君服飾美好 總之服飾美好就是人君 她主要是說人君是有內美 內在美 就算楚慧皇母屈原都說她有 屈她說她有 所以叫她美人 是有內美的人 故然美人也 然天時運轉 春生秋殺 草木凌落 說服盡矣 而君不見立道德 舉然容能 則年老母 晚母而功不成事不遂也 就算屈原 那個美人不是楚懷王 王日都說她是楚懷王 每個人都讀的 楚慈 王日的主是沒有人讀的 所以這個美人 她說是楚懷王 那就是楚懷王的 楚慈九章秋氏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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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反觀初至不可辯譯, 益治修飾繼續盡修自己 死而後已也,做得最好 第一句師美人系,王日主說 賢己憂,思念懷惶也 連起幾段文字,美人都是楚懷惶 我們也相信楚懷惶不是女人 杜甫可能繼承了楚慈以美人如君王的傳統 這就是慶忌陳子昂所說的 現在又回到慶忌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多少陳子昂的事跡 可能聽都沒聽過 在此之前有沒有人在此之前未聽過陳子昂 都有些人未聽過陳子昂 不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也有聽過 我們回到慶忌這個話題 我們知道陳子昂是極力提倡 詩歌要有慶忌的一位初唐詩人 其實陳子昂也是杜甫最敬佩的一位初唐詩人 陳子昂在唐代不是只有杜甫崇拜他 他有很多崇拜者,很多擁護者 我又舉幾個例子 李白贊憎恨恨容 他說 良有湯為憂,上寵爆照柔 我未使唯一,讀影陳公出 陳公就是陳子昂 撤絕異道人,結交奉與倫 李白把爆照陳子昂比喻為奉倫 韓語的戰士詩,戰孟教 國朝聖文章,指昂此高度 撥興得理道,萬類困寧步 就是說國朝聖文章,第一個走先就是陳子昂 跟著才是理道 柳中元就已經捧到陳子昂天上有地下舞了 楊平氏文集後序 他說文有義道 辭令褒貶是本乎著述者也 道揚風語是本乎比慶者也 就是一個就是文章,散文那些 另一個就是寫詩 寫詩,作譜,比慶 中間我就略了很多 知意者,巧其旨意,乖離不合 根本你筆和詩是兩件事來的 所以呢,是乖離不合 故秉筆之事,行偏勝獨得 而罕有兼者言 通常都是一樣的,很少兩樣都厲害的 缺有能而尊美,缺就是奇而已 他有這樣的能力,兩樣都行的 明之若毅成 那就真是毅成了 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 但是,你都很難找一個,文又得,詩又得 唐卿以內,清士選而不作者 就是,清士選可以當選 不用慚愧的,是只有子彤陳十惠 四川陳十惠 即是陳紫岳 其後,燕文正,即是張月,燕國公 以諸術之餘,公彼慶,而莫能極 即是說,張月的文,好過詩 張曲江,張九寧 以彼慶之極,窮注術,而不刻備 張月和張九寧都是宰相 其餘,各探一如相與背詞於道者 其去微遠,大家相去更遠 文之難兼,詩亦甚矣 所以文很難說,文和詩都厲害的 只有陳紫岳,這就是柳宗元的看法 白居初秀十惠 他說,道府陳紫岳,才名豁天地 當時非不如,尚無過思惠 即是兩個的惠都卑 白居宜相唐渠 致吾陳道間,賞愛非善意 你將我擺在陳紫岳和道府之間 我非常感激 即是你的賞愛是零色不同的 李白他們對陳紫岳 大家都看到,當然是非常尊重的 柳宗元就認為陳紫岳是唐代唯一 斯文俱精的人 是唯一一個偽成的人 但是呢,道府對陳紫岳的尊崇 還多了一個層面 一個層面,我們看看 大家看看 首先第一首 道府,送紫州李士軍知任 知即是去 遇害陳公允 於今熟悼年 君行射紅怨 為我一山言 陳紫岳就被怨令斷柬害死了 背後當然有我沒有三思 到現在大家都很悲痛的 他說你去到射紅怨 就是故鄉,你跟我哭吧 送李士軍去那裏做刺史 第二首,道府 東到金華山觀 恩德顧十位陳公學堂的遺跡 他說陳公讀書堂,石柱則青台 秘風為我起,激烈雙紅材 他就以陳紫岳為紅材了 這首就重要了 道府的陳實惟故澤 為下喝足傷,所貴者盛言 陳紫岳是盛言 有才計蘇雅,折象不避堅 他的才華是跟蘇雅一齊 普通折象就是那些工藝的人 武衆記嘛,側個靚嘛 都拍不起來的,不避堅 不可以和他平等的 所以公生楊馬後呢 就明與日月圓了 因為陳紫岳是四川人,熟人 熟的人,熟的人 當然鄧小平那些都厲害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鄧小平 有楊洪司馬相遇 楊洪司馬相遇之後 就到你了 明與日月圓 最後兩句就是 忠古立忠義,錦譽有違篇 陳紫岳錦譽三十八首 道府認為是忠義之所在 大家讀他的錦譽三十八首 你就知道這個人是忠義之人 大家未必都看過錦譽詩 真是未必看過,很坦白 看也看不明白 那些就叫做慶忌了 但是道府就看得明白 道府認為陳紫岳的三十八首錦譽詩 是千古立忠義之作 無人能及 那為什麼道府說陳紫岳的錦譽詩 是可以立忠義而於忠古呢? 就是因為陳紫岳的錦譽詩 主要是諷刺母后 毛澤天和思念唐室的 而且他寫得相當陷促 你想抓他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所以是運用慶忌的上乘之作 也都是表現陳紫岳忠義之心的代表作 好了 既然陳紫岳可以基似武則天而立忠義呢? 道府作為陳紫岳的崇拜者 為什麼不可以基似一份去立忠義呢? 你知道陳紫岳、道府精神上相連的淵源 你要解美人為王土就會容易一點 我們又回到精冠22年 即是唐太宗死前一年 玉華公當時是住了 當時皇帝、唐太宗 和兩個後來的皇帝 三個皇帝都一起住在玉華公 一個就是皇太子李治 就是後來的唐高宗 第二個就是武才人 武才人後來就嫁給唐高宗 終於成為大洲皇帝 但是唐朝的人 並沒有承認武則天的皇帝地位 事實上武則天死前自己都要去帝號 不再稱帝 死後呢 就以唐高宗的 顧皇后的身份 就葬了在乾陵 那大家有了這個背景的資料 美人為王土放奶粉代架 就好像比較容易解 即是說 玉華公的那個真皇帝 唐太宗 已經成為王土 唐太宗為何這麼significant呢? 唯一一個皇帝住過在玉華公 然後就變成了治管 然後就變成了治管 更何況跟著他那個? 那個是以憤代屠色的假皇帝 那這個是非常憤慨之現 可以說是詩經的 仁義無義 不死何為的寫照 就是仁義無義 他就是罵武則天罵到出骨 真皇帝就變成了皇土 假的當然跟著他變成了 死得不夠快 他也要立宗義 不只是陳子昂立宗義 那時候罵武則天是沒問題的 不要罵得這麼公開 簡直可以靠著 行裏咬就行了 因為唐朝人無所謂的 罵武則天無所謂的 你罵姓李一些才有問題 罵唐太宗的不行 所以這個人 美人為王土放下粉代架 如果你不是從慶忌入手 你不是從道虎 如何欣賞陳子昂這個事實入手 根本就解不了 而千古以來 其實也解不了 每個人都想著有一個宮女,那個宮女在那裡死了 站在道府的立場,死的人都是傷心的 但是宮女死了,房元寧也死了,蕭羽也死了 那為什麼你又不說呢? 就是說慶重不分,就是說道府邊說 怎麼會說蕭羽、房元寧呢? 說個高級一點,唐太宗,是不是? 說說毛澤天,諾賓王,代理經驗,以母后臨朝,疑珠郡怨核 他又這麼說,入門堅質,娜味不肯讓人,掩蔚公慘,胡味偏能劃主 他說毛澤天 這個粉袋,他要胡味,他也要借粉袋,粉白袋黑,要徒息一下才像的 如果不是,就認不到他 另外,新唐書後飛,則天母皇后傳 他說太后雖然春秋高,他說毛太后雖然年事都高 但是他擅自屠宅,衰左右不誤其衰,他老的還是很漂亮的 事實上,母后的美貌是無人不知的,是漂亮的 如果不是,他也哄不了唐高中 除了這一點,剛才我請大家留意,浩哥 那浩哥的出處是什麼呢?都是楚慈 楚慈,九哥笑詩命都是屈原 望美人,望美人是未來 臨風訪是浩哥 王日珠的訪是失意貌 這個貌是這樣寫的 延己,思望思命而未肯來 臨疾風而大歌 其臣民之而來自也 杜甫那些學問是很厲害的 他引開楚慈,他全部就是用楚慈的 所以他說陳子昂有才計蘇雅 是計蘇雅,計蘇雅,計蘇雅,計蘇雅 計蘇經的 杜甫也是 這裏其實是出於肖師明 杜甫之所以用浩哥這個詞 在古人來說就叫做痛極呼天 痛極呼天 希望什麼呢?就是希望唐太宗 民之而來自 唐太宗的神靈 麻煩你民之而來自 我告訴你 你打回來的江山 其實已經是千瘡百孔 被唐元宗玩殘了 其實 所以 浩哥呢 就跟上面的美人相呼應 就算他這句 他都有美人 有浩哥 如果你不看這些文字呢 很容易就看漏 那就對不起杜甫 永遠都是工女啊 木偶啊 最多不要木偶啊 泥偶啊 腐爛得快一點 那你解一首玉華公呢 其實杜甫這麼多首詞 其實玉華公這兩句差不多是最難解的了 沒有人知道的 就是繼續說是工女死了的 九成功是沒有說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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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玉華公要說這些 事實上是 不是說真的那麼重要的事情 人死是重要的 但是那裡不僅僅是工女死的 大神在那裡死的 那就是說 他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說 那這裡就是我的意見而已 提出來給大家參考 那我當時在會樹就說了一句 我就說 看來南宋的住家 不從慶忌入手 恐怕都中了美人計 是美人為黃土 一路被牽著的鼻子走 好了 最後呢 我就有一個關於玉華公的故事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看著的 有一點啟示 南宋熊賣的容齋徐筆卷十五 溪匯重鋒牆 誰是長年者 此老到辱華公私也 張問潛 即不送的張女 慕年在冤憂 何大歸方若冠 往熱之 凡三日 見其任何此詩不絕口 大歸問其故若 此張乃風雅古趣 未以為止言 我這裏呢 我姑且先刪掉它 我看看刪不刪到先 那 那現在再聽你就知道我講什麼了 因為我都是同一個稿 當然以上只是我個人的意見 提出來讓大家參考 但是我看來南宋的住家 不從性計入手 恐怕都中了美人計了 最後還有一分鐘左右吧 有一個關於玉華公的故事 還為我們帶來一個啟示 我請大家看看一幕 南宋 南宋 紅麥龍齋隨筆 正十五 西圍松空長 到誰是長年者 此老渡玉華公師隱 張文賢 和張磊 慕年在淵秋 何大歸方若冠 往夜之凡三日 奸其因而此事不絕口 大歸請其鼓 願此章來風雅鼓吹 謂一謂此言 也就是說 這首詩的內容太深奧了 你不會明白的 那既然張磊知道玉華公是風雅鼓吹 他就應該來一個風雅傳承 那可能他當時還沒解決粉代甲這個問題 所以就要五年輕人了 那這個故事呢 許真是假 我們當然不知道 因為何大歸十八歲考中進士 非常的早熟 沒什麼會聽不明白的 那不過啊 我們聲也有牙 而知也無牙 尤其是當我們教書了 總會遇到一些一時之間 沒能回答的問題 所以張文賢 古人的方法呢 出事也不視為一道不錯的反應之計吧 也是一個好辦法 在事呢 可能就做法自弊了 都給各位老師參考 時間夠了 謝謝大家 我呢 就是想拿這首玉華公介紹給大家 就是說呢 有時解詩是很頭痛的問題 尤其是杜甫那些這麼有學問 又很有心思的人 有時寫起一些詩呢 你一覺得他好像上下很重 中間很輕的 是不是出了事呢 那你就要用不同的角度去嘗試找個答案 這個美人為黃土放奶粉代假呢 其實是千古以來 大家都是得過扯過的 解了就算了 其實大家的心底裡都覺得 不是很安樂的 最好就不要講這首詩 事實上這首詩又避不到的 所以我拿了這首詩跟大家講 就好過拿那些 大家都耳熟能長的詩 在這裏問一下 有沒有問題要問我呢 我想知道 是 是 因為經過玉華公 有個感慨 沒錯 知道現在的江山是這麼複扭 所以有錦華就寫了這首詩 有些諷刺 是否有 因為當時唐叔宗在行載 你可以說批准的 准道府回去醒親 他源頭就先經過九成功 再經玉華公 然後回去福州 去找他的家人 去到福州的時候 他寫了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北征 大約是什麼年代 唐叔宗致得二載 公元757年 公元757等於什麼呢 就等於什麼呢 唐太宗住在玉華公的時候 就是公元648 公元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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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高宗永輝二年 唐高宗永輝二年 就是公元651 651年 改玉華公為玉華治 八年後 六五九年 原狀法師 唐三藏 就搬去玉華公 玉華治 玉華治 原狀法師死了之後 荒廢了 因為他是治 不是公 沒有人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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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這些 譬如說學術會議 當然我很樂意用粵語 跟大家講解 在外面 學術會議 公開會議 都很少用廣東話 所以 你們年輕一輩 要鼓勵他們 學一國之語 和國際語言 英文 譬如你第一句 插回重鋒牆 如果你說靠講歪一點 就真是幾麻煩 如果你用普通話來讀 就是 師回 松鋒牆 可以 哪個舉手 好啊 但是普通話讀師 是沒用的 實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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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會兒可以給你看 你不介意 我很少這樣讀 不過剛剛那天在大學 那些人說 我們晚上有個什麼廣東話 師廣東話 你來 老早告訴我 你反正都在學校 你不要走 晚上我讀了三首自己的詩 兩首用粵語 真的很難得 你在那裡聽到我說粵語 一手用普通話 一會兒可以給你聽 一會兒可以給你聽 剛剛正想問這個問題 如果出去要用普通話 跟別人交流呢 如果說到私 又不私 如果去入聲 怎麼處理呢 這個 你問得真的非常好 要告訴別人 那是入聲 你不相信 這個就算了 看了一下 我先刪了這個 現在不知道在哪裏 我先聽聽 這個文章 把陳子昂 把陳子昂 把陳子昂比為奉寧 這裡要修正 對了 我這裏 我這裏 就即時 我 pause他先 先 pause他先 剛才我忍李白的一首 曾恆蓉的詩 他說 梁友湯衛憂 上重爆照油 我眉屎懷一 就讀影陳功出 卓越語道人 結交鳳語論 那這首詩呢 就是兩句兩句押運的 湯衛憂的憂 爆照油的憂 一早運 我眉屎懷一的一 和出 入聲押運 都是T收音 人和輪 平聲押運 都是N收音 用國語 就沒有辦法 G的 俄眉屎懷一 讀影陳功出 是讀不到的 現在你聽我這裏說 梁友湯衛修 長重爆照油 俄眉史白衣 讀影陳功出 卓哲二道人 結交鳳影 那禮拜之 把陳子郎 比喻為鳳影 這裡 修遊押運 一根出是 入聲押運 一根出是陸生押運 一根出是陸生押運 原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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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就是一定要提 一定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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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就 我們